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期趣秘聞 痛逐抵死 隱隱入聲 天下第一期書 藍皮書 逢星期五晚 十點正 和你 朝燈夜道 星期五晚的藍皮書 我已經不在香港 你不在嗎 我不是的 你去哪裡 我當時在非洲 都不知道有沒有人回 我去遺作 烏光達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去 我一定不會去 我不會去 你傻子才會去 我記得什麼都沒有 還有食人課 食人課 我自己知道 今集我們輕鬆一點 因為上兩集有美女 也有精神科醫生 我相信很多觀眾看完都需要求助 今集我們找了大華 葉相華先生 有兩範的人都會比較認識 第一範就是足球界 第二範就是電視迷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華哥以前是踢球 踢完球職業的球員 對港隊 中間就無緣無故去了做藝員 其實幾所及你應該是最早足球員 轉去做演藝員 又不是最早 我是第一個 正式全職簽約做藝員 我是第一個 其實以前有人做過的 何蓉軒他做過 他拍了一集 誰知道他好像記不到台詞 他就不做了 為什麼記不到呢 實際不要說 不要說笑話 不要那麼緊張 其實我記得 好像是 藝員來說 足球員轉的藝員 我是第一個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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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職第一個 兼職當然不是 不是兼職 簽約 不如我們這一節 先講一下踢球 好 因為最近也流行 有阿冠賽 有很多足球的新聞 當時你踢出哪一隊 是否是踢流浪 其實我第一次踢球 正式簽約的 就是打丙組 大埔 大埔丙組 那時有個師兄 很多人都知道鄺華秋 帶著我踢球 那時是十七歲 大埔丙組 打完球後 有十元居馬費 十元 當時算不算多 十元的 十元是多 吃雲吞麵只有五毛錢 然後 一場十元 一場十元 另外 有餐飯吃 客家菜 最便宜的 那我就很好 沒有名字在臨村吃 那當然不會 簽約 就打了大埔丙組 那是挺好的成績 打第二名 升上越組 第一次正式參加賽事 華哥你是不是真的是喇沙仔 正式喇沙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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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正式的嗎 四年級 一直讀到中學畢業 難怪我喜歡踢球 通常我認識一些喇沙朋友說 在喇沙可以踢球和跑步 這兩樣都很有成績 其實我第一間學校不是喇沙的 我是燈鏡球 燈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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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沙底球場 那些修士很好人 做一個大球 踢到腳一同 我是很小 讀三四年級 開始 沒有球鞋 發覺足球的興趣 就在那裡開始 其實這兩間學校對你踢球的興趣 也很重要 因為他的風氣這麼盛行 簡直是 你以前的小時候 哪有一個大球去踢 哪有球場 踢膠球 有一個沙底球場 凸鏡球 現在做了石地 那些都鋪過了 以前是沙底 站著站著不穩 在那裡開始踢足球 但是喇沙是名校 喇沙畢業應該有很多範疇 為什麼你選擇踢球 來開始 我讀書 我也沒有讀書 那時候 家裡的環境又不好 我是大兒子 我爸爸讀了小學六年級 我媽媽讀過書 那這個環境很難 有時候我不認識的時候 找不到人幫忙 又不能補習 那我唯有 明天回去抄功課 所以就勉勉強強 就讀完中學 明白明白 一踢完 退中學 為什麼會找你去踢大布丙組 平時在喇沙好球 其實在喇沙我當隊長 贏了很多冠軍 學界都很出名 那時候只有幾間 喇沙 毛范 九龍華人 那幾間是最頂級的 打完球之後 有一場球 就是學聯 對青年軍 青年軍 是已經打公開賽的人 誰搞的就是必得利 他搞了這場球 我代表學聯 學聯當隊長 打了一個金銀杯 就是在大球場打的 一場正式比賽之前 他們打了頭場 那場球被他們贏了 那些人想不到 學界都贏了 抓出來公開賽的人 雖然都是青年軍 那場開始 必得利就認識我了 後期他搞流浪的時候 就抓我去打球 他說錢沒有 不過有甲組打 我的收入 會分給你們 就是這樣說 那無緣無故把錢進去 就是想不到 想想 我打學界 有什麼機會打甲組 28000多人看你踢球 開玩笑嗎 大牛場 大牛場 你不要說 有些草都不同 就是這樣 無緣無故把錢進去 那入到流浪 是否真的有錢分 有 那就是講笑話 8月練球 9月比較開 打了兩場 預備了 那我就打甲組 甲組打了兩場 到9月尾 首月 第一次叫做出糧額 給我一個信封 我看 30元 30元 我慘了 四個月 我坐車吃飯都不夠 然後我就不踢 又跑去上學 是 是 為什麼他變得這麼黑 他不是 他收入很少 他沒有人贊助錢給他 他一個人 他一個 他一個 他在公司 陽行做經理 但是流浪 那時候還沒大 球會 沒有大 他剛剛 從月組 打了冠軍 沒有人贊助錢給他 沒有人贊助他 沒有人贊助他 他靠自己的那些職業 他找回來的那些錢 來攪拌 但是沒有覺得 咦 我應該足球有異成 多錢 多少 讀書 讀書 你也要吃飯 我坐車也沒有錢 那怎麼辦 那時候要練球 神操 要早一晚過去睡覺 哦 OK 因為你不是 你七點鐘神操 你在九龍怎麼過去 不是明白 在維多利亞 天星宵都還沒開 那時候的老球骨 不是叫做神操 是 叫做Morning Chacha Morning Chacha 又去跳 在維多利亞幾對球 東星 魚丸 流浪 就在神操 就是中間有跑道的圈 現在都還在 我們就是神操 明白 但是華哥 是不是人家叫你 做冬天老官 你任何的位置 包括門匠 你也打過 是 這個真的 我想沒有什麼 早就有哪一個 十一個位置打過 真的 我打過四十分鐘龍門 OK 因為那場球 黃金福 和對方的前鋒打交 對加山 南華對加山 被人趕出場 但是我們已經換了兩個人 那怎麼辦 就是你十個人裡面 就一定要一個打龍門 那你看著教練 看著我 我們整班十個人 站在場上 就看著你 教練說 怎麼樣 他說 他也不懂得出聲 他說 我打龍門 遲一個分鐘 他打龍門 這次我十分鐘 打完了 原來打完十分鐘 加時三十分鐘 真的 糟糕 糟糕 那場可以嗎 可以嗎 我厲害了 黃金福 又想借手套我戴 是 他又不知道我手這麼小 我手特別短 就像老爸 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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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大 不成正比 不成正比 我比你高 我的手很短 然後 他給我手套我戴 哇 長得這麼多 我扔給他 不戴手套 因為有少許下雨 少許濕肥 對 最後打完十分鐘 再加時三十分鐘 都沒有被人射入 哇 厲害 那場球打和 因為札日重賽 是金禮杯 然後札日重賽 我們贏了 厲害 但那場球打完球 兩個大筆都瘀了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有三個鬼佬打前鋒 撞到我 那場真的糟糕 這就是我打龍門唯一次的經驗 是 其他位置 當時一開始 例如你說踢流浪 踢學街 那時候踢甚麼位置 其實我 那時我都走得很快 還可以的 高度 一般都可以的 最難打的位置 打九號 中鋒 為甚麼呢 前後受敵 拿球後面 打球未打 已經打幾下 中幾下腳 要走得快好世界 那時很狡猛 沒有甚麼肯打前鋒 尤其是九號 那便迫我打九號 那時也打了一兩屆 但其實我最好的位置 都不是打九號 我是工兵 腳發是一般 但我走得快 搶球 走上走下 是我的長處 是的 好的 那其實華哥 你總共效率過多少隊 甲組來說 第一隊就是劉浪 然後劉浪 就去了怡和 怡和升班 三年之後 就去了消防 消防 消防再過南華 南華打了兩屆 然後去了 有一隊 跟陳洪萍 那些 海豐 是 甲組來說就停了 海豐是你最後掛鄉 最後掛鄉 最後打了兩場流浪 他沒有分 那時我們免費幫他打 都救不了 從各班 接著就幫寶努華升班 寶努華秉組 升上月組 月組 再打 升上甲組 幫寶努華升班 寶努華那時如果沒有記錯 是跟參加精工 是第一、第二 是的 精工就是王創生的弟弟 大哥就搞寶努華 兩兄弟 打死了 為什麼打到甲組又不打呢 那時水準已經很高 還有那時我開始薄一點 做電視 沒有打 其實你覺得自己在哪一個球會 你自己的發揮是最開心的 最黃金 最黃金 對隊友是最好的隊伍 那也是南華 也是南華 其實我覺得香港 南華是唯一間可以做職業球會 有場地 有宿舍 有很多設施 健身室 什麼都有 唯一間是最有條件 去教職業足球 其他哪個球會有 以前星島都有 都是借的 在球場下面 有少許地方 但是南華 什麼設備也有齊 但當時其他球會 你打消防也是職業的 都是職業的 但是那個分別 它在哪裡 分別 專業程度的問題 其實會是 但是我們打消防也不錯 因為我們有一個陸軍球場 長期借來練球 即是數軍譜那裡 球場很漂亮 因為它可能是政府部門 大家可以混購 那個球場都可以 但是消防 有多少是消防員 那時候 好像只有兩個 怪了名 不是 他們真的 其他就不是 其他就沒有人做消防 不過那時候是很強很強的人 張子代 張子惠 張耀閣 這三個姓張 都打死你 後衛也很強 廖榮楚 劉始威 李國華 全部都很好 中場有幾個外援 但是打了三屆 都是贏了一個冠軍 是七人賽 為什麼這麼多精英都去 我覺得 好的球員 多也沒有用的 大家要合作 即是做王馬 要夾才行 不是每個好球 走得快也沒有用的 有些人要搶球 有些人要做球隊 所以為什麼搞這麼久 中國 十幾億人都搞不到一隊 好一點的代表隊 十幾個人都找不到 十幾億人 一億人找一個人都找不到 我們就找不到 真的 會不會跟當時的教練 領隊 那些有關係 這些都有關係 大家知道香港足球 好的教練 真的不多 好的領隊 出錢的人有 但是真的很難 像英國一樣 一個孟聯的球會 組織多大 他只賣紀念品 都不得了 上市了 入場收票 人家一看球 一季 全季都買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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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菲家輸11球 歐洲人家是勁女的 那就是勁的 但我打9號 開12個球你也挺開心 計算下半場開球 開了12球球 你看是否醜 即是被人不停數 他從西比奧打前鋒 黑豹 你也聽過 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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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級的時間 那場球我們代表香港隊 本來我也想不打 但不夠快 有些人一舉手就跑出來 不能換 硬硬捱他 即是說要換下去 不是 炸箱 我不行了 就跑出去 最後我打完 開11球球了 不是11球嗎 12球 11比0 第12球也是自己走 敏菲家 實力差這麼懸殊 他們那時候是最健碩的時間 那後來我們輸了 他再打一場 找港聯隊 港聯隊是香港最好的球 張子代 張子惟 崇志強 陳鴻平 全部最頂級的人 在澳門跟他打一場 那些人說 看看他們怎樣 都輸了8比0 那證明不是香港隊很危險 其實人家太厲害 高來幾皮都不能打 最好的人 崇志強打到門 被人射八球 他記得的 你問他吧 你覺得跟外國足球員比 本地球員的體力和技術 還是哪方面會令他們的分野差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技術來說 不是差很遠 經驗和體力 真的跑不遠的體力 跳就跳得高 跑得快 還有他們那些 已經的戰術 是讓你先走一步 那時候是WM式 五個前鋒 兩個中場 三個後衛 後期已經轉到十張十六 那種戰術已經進步了很多 我們香港跟不上 在那個時期很明顯 香港的水準 看來不夠 看來不夠 為什麼要有外援 就是這個原因 會不會有一些說法 就是本地的足球員的私生活 或者很多的習慣 應酬 令到體能不夠人家 還是體質問題 有些關係 有些關係 我們那時候的球員 擔心很冤心 是嗎 就是不罵 吃煙 喝酒 喝酒其實也不重要 打完不慶祝 外國人也喝 他們也喝酒 私生活不是很正常 每個人有空 太多 很多球員 一練完球 就沒事做了 早上練完球 整天這麼長 去什麼 打牌 打牌 坐著打牌 喝酒 夜總會 錢就賺到 那時候人們就去玩 那是不同的 那時候我們生活 那時候是否沒有那麼嚴 管他球員那些 誰管 沒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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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還比教練 還比教練 還比教練 那時候那些好球 很大牌 叫大牌 那時候 那時候球星 好像達阿華哥這樣說 球星是 多汶尼的教練 厲害的教練 好像不太記得幾個 但是球星還記得很多個 那時候教練的權力很低 老闆說是 班主說是 當然 班主換人 有時候班主很有趣 我打阿華哥那時候 不用說哪個名 有時候 有球球 比如前鋒 一射射高球 被人摺 那些班主說 射地球 我射地球 被人救到 射高球 那時候 那時候幫我傷了 我受不了 我爭了上欄 走到觀眾直看 就是這樣 就是干預 那時候 換他出來 他跑不快 你看他 那教練 要負責什麼 教練 找了教練 為了一份薪 都不敢押老闆的意思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那怎麼辦 老闆出錢 我說換那個 你不管 你炒你又瘋了 你不想混嗎 最多都是之後炒摩尼奴 但在場也是摩尼奴最好 其實 好像是你外國 領隊就是領隊 領隊 比賽的事情 不關領隊的事情 教練 作主 換人好 如何調動好 拿完拳 我做得不好 你領隊 炒我魷魚 就是我的事 這個工作 大家的崗位 要分得清楚 但是港隊 是否有這樣的情況 港隊 港隊 不如第二節回來再說 跟華哥說 有好 還有一件事 我很佩服華哥 華哥永遠在急流的時間 找一些更好的機會 去轉型 上天幫我 我會問一下他 今天有沒有神美組織 還是今次說什麼 一定有 好吧 我們一會兒回來第二節的藍秘書 再跟華哥葉上華先生聊天 好 經過了一連這麼多集 關於光榮革命的各方面的分析和解說 今集來到最後一集 先說一下光榮革命深層的影響 作為一場真正的革命 光榮革命對社會的影響 十分之廣泛 首先 革命後 英國出現了雙王共治的現象 這一個在英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其次 這一次革命影響了英國各個階層不同的流向 金融家和一些實業家正式開始成為貴族 這一個導致了英國整個政治精英集團的成份 造成了一個極大的變化 除此以外 光榮革命還促使了英國在外交上的根本性轉變 它改變了英國國定的外交原則 令到是國家得益而不是國王的個人利益 與此同時 這個時期 英國的意識形態也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革命之後 英國各大城鎮出現了大量報紙 至於光榮革命中產生的權利法案 並不是一個有限度的政治妥協 雖然民眾沒有參與這些法案的修訂 但群眾的願望會因為這個修訂 而出現了一個實質的體現 權利法案為英國創造了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議會掌握了制定法律的權利 而且必須每年開一次會 王在法下這個秩序漸漸形成 此外沒有了議會的批准 在和平時期擁有常規軍是非法的 顯然這個法案最終鞏固了1640年代以英國革命的成果 事實上正由於光榮革命在英國同時爆發了一場持久以來的意識形態鬥爭 在這個鬥爭之中 無論是揮革黨還是托利黨 都漸漸地認同神政的王權應該慢慢地擔出英國的政治舞台 人類的幸福應該建構在憲法的基礎之上 這個亦都避免了英國兩方面的極端權力 絕對的王權和絕對的大眾權力 這一個就是光榮革命之後 市民大眾願意長期支持這一種政治設計的原因 迪金森教授認為 光榮革命亦都可以理解為一場財政革命 光榮革命後議會掌握了財政大權 並且建立了這個關稅的系統 在議會的批准下 英格蘭銀行的建立 為英國的財政帶來了生機 這一場在1688年以後發生的金融革命 也都令到英國真正富裕和富強起來 到1815年 英國已經成為歐洲最富裕最強大 或者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 正因為從這個基本點上 反過來去認識過往的歷史 英國人對光榮革命的重要意義 才會有更加深刻的體會 光榮革命最初的變化很明顯是不穩定的 英國和歐洲大陸不同國家 有不同政治體制和政府制度的原因 當北美殖民地人民 在1760年到1770年代開始行動的時候 他們讚美英國在光榮革命期間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並且宣告他們所有的都是捍衛 在英國1688年至1689年期間所捍衛的權利和自由 同樣法國啟蒙思想家 對英國的光榮革命後的政治制度是讚賞有加的 因為可以這樣說光榮革命是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其中一個參考對象 迪金森教授的報告是發人心醒的 除了令到大家認識到光榮革命不是那麼和平之外 更重要是他令到我們明白到一件歷史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相信行定他價值是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畢竟在一個迅速發展的現實社會裏面 等陳埃落定後再作出一個評價是很難 而往往在一個快的時間作出判斷 而取決自己的行動是更加容易的 好 一連禁多集關於光榮革命是時候告一段落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見 再 shorten the kaput.com 我用了期片才偷測 你要欣賞的螢ист文 還要多批評